本周和下周我们会给大家看一组横冰市新建成的一户建 下周的房屋已经是被预定了 本周看的房屋目前还未售出 这组一户建一共是建了7栋 有一些陆陆续续已经卖出了 我们本期视频来看一下未售出的币号洞 这些房屋就在荆棋本县日出丁的旁边 步行到日出丁仅需三分钟 今天要看的币号洞 土地面积46.26平米 建屋面积93.35平米 建了三层楼 包含着11.8平米的车库和三个卧室 售价为5880万日元 这和人民币309万 物件附近有两个学区 东小学校和老松中学校 附近有横滨市的中央图书馆 野茅山动物园 野茅山公园等 下面呢 就让我们随着蓬蓬小哥的镜头 一起去看看这个屋子吧 因为拍摄设备出了一点问题 所以我们没有拍到B洞的外形视频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B洞的照片 这几栋排排坐都长得差不多 一进门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大门的左边是穿衣镜 但这里比较紧 没有鞋柜 所以穿衣镜这里可以自己配个简衣鞋架 再往里走是个卫生间小隔间 所以里面是个卧室 这个卧室给老人住比较适合 B洞一楼的很大一部分面积给了车库 所以显得比较小 其实鞋柜什么的 可以放在旁边的车库或者门口 反正都是自己的私有徒弟 我们再去二楼看看 二楼是客厅家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这种结构我们并不陌生 客厅的外面是安静的小路 住宅区不会有很大的噪音 二楼的整体颜色偏白 非常干净极简 整体感觉也会比较明亮 厨房的空间很大 在这住的话 以后厨艺不好 不能再赖厨房不好用了 洗衣机居然在厨房的旁边 还有个推拉门 不用的时候把门一关 保证了整洁美观 突然发现厨房左侧 还有个小黑屋 那是干嘛的呢 原来是个卫生间 放在这个很隐蔽的地方 不仔细看还真有点看不到呢 再去三楼看看剩下的两个卧室 先看主卧 连接着一个阳台 因为日本的土地都是私产 所以这种能看到 隔壁房屋的房子是很常见的 不过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样的方式不是特别适应 因为阳台在日本来说 其实是比较偏公勇 或者对外这种感觉的 私密性其实并不好 洗手台和浴室放在了三楼 更多也是处于面积的考虑吧 但是这种妥协呢 实际上对于一楼的住户来说 是不太友好的 但是因为这个房子也已经盖完了 在售楼 所以我们就看一看 开阔下眼界也不错 另一个卧室没有阳台 但是面积挺大的 这个楼的储物间整体上很少 可能是因为面积的关系 48坪里的土地上 三室一厅还要有车库和阳台 确实也不容易 郑贤感觉这个屋子的功能性 房间设计不太符合国人的习惯 性价比也不是特别高 其实是可以再多看看的 好 那今天的横滨必动一户建 我们就看完了 你也可以留言聊聊自己的想法 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